相亲套路深,我要回古代 人生中最大的不孝是什么? 是不生孩子不相亲 有没有孩子,得看自己努力 但在相亲这方面,咱们已经有了完美模板 唐太以前民族奔放 妹子要是看上了谁,直接下手脱草 速度简直逼闪电还快 到了唐太,三媒六聘写进法律 这才开启了相亲的黄金时代 不过对象好不好全凭媒婆一张嘴 只要礼物给得多,丑女也能变天仙 我跟你说,隔壁毛金花可美了 骗人,明明是个绝世丑女 为了防止翻车,宋代人想出了解决办法 两位相亲人士先到院子里玩耍 要是一见钟情,就是 女儿全凭父亲做主 要是没有感觉,那就是 女儿还想再多孝顺爹爹几年 不管相亲是否成功,双方都不能互相吐槽 还得赠送礼物表示感谢 什么叫优雅,这就叫优雅 谈谈谈,谈走文言文,又是长知识的一天